大家好,我是王慧琪 健康饮食的第九周的不同在于 要增加蛋白质跟油脂 也就是尽量少摄取碳水化合物 而干预蛋白质跟油脂来替代它 水果的部分可以不要吃水果 然后一样干预蛋白质来替代它 下午的两次点心合为一次食用 因为白天摄取比较多的蛋白质跟油脂 所以晚餐蔬菜就变成了猪脚 这个礼拜我让自己加入了运动 所以我发现这样子自己的体型上 好像改变上有比较快一点 那也因为还是持续喝大量的水 所以我不晓得是刚好也是自己的 一直以来就是多吃优格跟纳豆 来改善自己的肠道菌 所以在这个礼拜上 就是排便上有比较好 也就是体重一直停滞的体重 在上个礼拜有荡了一些之后 这个礼拜也有再往下荡了一些 那一直以来我的体重方面 就是并没有太大的变化 而且它跟我的上厕所好不好 有蛮大的关系 所以当我上厕所不好的时候呢 它体重很快的又再往上标 这样子 那在这样子的情况之下呢 让我认识 就是意识到了我自己呢 进食到什么样 让自己进食什么样的种类的东西呢 其实还蛮重要的 所以呢 就是在这个过程里面呢 我其实也是在透过身体的反应啊 在选择适合我使用的食物 在我目前的阶段来说呢 因为肠道菌呢 失衡的关系 它的也就是肠道菌环境呢 并没有那么健康的情况之下呢 其实我是不太适合 释取那种很高纤维的食物 那释取高纤维的食物 反而会让我的肠道阻塞 还有再次吃的 因为外食的关系 所以呢 这个礼拜呢 其实呢 我让自己这两个多月以来呢 第一次呢 吃了面包 还有就是又有吃了中式的面点 那这两次的饮食呢 它呢 又发了我呢 就是会嗜碎 所以我发现金字淀粉啊 它对我目前的身体来说呢 还是蛮需要极力去避免它的一个东西 在这样子的几次的 就是犯规啊 反而就是让我认识到说呢 原来吃是 事实上呢 一直以来我都很习以为常的东西啊 事实上它可能也就是遭就了 为什么我今天会需要减重的一个很大的原因 这就是我这礼拜啊 比较不一样的地方 也就是我发现到金字淀粉 它对我的影响跟 就是高膳食纤维的食物 其实我现在是不宜摄取太多的 嗯 那跟大家分享 那我们下次见咯 拜拜